中國時報頭版 好 指出的政治焦點是在野整合 至今還是卡關的最大的癥結點 就在於全民調是談不攏 馬英九基金會的執行長蕭旭 曾在10號在廣播節目當中 拋出了震撼蛋 他透露經過藍營大佬建議之後 馬英九現在贊成是以侯科配 和科侯配 與賴蕭配來進行 對比式的全民調方式 決定在野整合開大門 走大陸才可以說服社會大眾 前高雄市長韓國瑜也立刻表態支持 民眾黨總統參選人柯文哲表示 只要國民黨和侯友宜總統參選人 願意以全民調的方式來整合的話 那兩黨可以立刻恢復政黨協商 馬前總統在昨天拋出了 全民調決定藍白河的 正副總統參選人的主張 高雄市前市長韓國瑜等人是跟進支持 一些藍營的小雞也對於連數表達心聲 藍白河現在吵了一個月 如何共推正副總統參選人 始終是沒有進展的 甚至現在還也變成藍白豆 小雞也非常的心慌 選民也很焦慮 馬前總統現在在關鍵時刻出手 是不是可以發揮 臨門一角促成藍白河呢 當然現在後續發展非常的受到矚目了 好 因為呢 現在根據了解可能是因為 馬前總統現在提出了全民調 是因為先前 還有一位藍營大佬 向他提了建議跟構想 根據了解這名藍營大佬就是行政院的前院長 劉兆選 總統參選登記已經倒數十天了 現在藍白河有突破性的發展了嗎 根據了最新的民調 不管是侯科配還是科侯配 都可以贏過賴蕭配 而前總統馬英九和前高雄市長韓國瑜 兩個人喊話 支持是用全民調的整合 對此刻辦就表示 如果國民黨和侯友宜是同意用全民調的話 就可以立刻恢復政黨協紹 將有突破性發展嗎 根據兩份最新民調 不管是侯科配還是科侯配 都篤定贏過賴蕭配 但侯科到底怎麼配 韓國瑜說支持用全民調 前總統馬英九也喊全民調整合 全民調的方式是行之有年 那我們對侯市長有絕對的信心 開大門走大路 才能夠取信於中間選民 國民黨全民調版本是侯科 科侯兩組分別跟賴清德比 再加政黨民調 民眾黨的全民調版本則是科侯兩人分開 各自跟賴清德比民調 至於馬英九的版本是侯科 科侯直接跟賴消比 但不納入政黨支持度 對此刻辦回應 只要國民黨與侯友宜願意以全民調進行整合 兩黨就能立刻恢復政黨協商 我們趕快面對到底我們要如何往下走 對政黨來說越快越好 兩分民調中美利島民調侯友宜勝過柯文哲5% 但兩人都輸賴清德 而ET Today民調不整合也都賴清德領先 基層喊話侯科別再想各自選能搞氣保 總統參選登記倒數10天 六成期待政黨輪替的民眾超級焦慮 記者張哲民 王石恒 SNG小組台北採訪報導 好 現在前總馬英九和前高雄市長韓國 所以兩個人都是不約而同呼籲國民黨儘快 是以全民調的方式來決定總統候選人的組合 侯伴發言人劉采薇現在就說 這應該就是馬韓兩個人最近看到 藍白河的紛擾的感觸 他希望不只是國民黨聽到馬韓的呼籲 也希望柯文哲的陣營可以儘快來談整合 我覺得為什麼這兩位會在同一天 又或者會在同一個時間 這樣跳出來喊呢 我覺得他們是看到一個氛圍 國民黨很願意談 但是似乎柯文哲不願意以相同的態度 以相同的誠意誠心誠意來跟國民黨一起談 所以才會造成說大家雙方 大家這個方法談不攏嘛 所以我覺得今天兩位出來 除了把方法跟大家講清楚 他們可能比較希望是什麼方法之外 他們是想要給大家一個Push的力量 而這個給大家Push的力量 所謂這個大家 我相信不只是國民黨也包含民眾黨 就是叫他們好好拿出誠意態度好好來談 今天兩位既然都已經喊話出來 我也希望柯主席聽到 全民調我們就是全民調 那你覺得我們的全民調有你 可能不盡同意的方式的話 那就好好的來談一談 我也請大家不要失望 不要說 韓市長可能今天可能沒有什麼角色 就好像什麼都沒有布 因為我剛剛說韓市長他是個非常講道義 非常有情有義的人 今天不管他在什麼樣的角色 什麼樣的位置上面 他絕對會都會發 他都會展現出他一百分之兩百的力量 來幫助侯友宜跟國民黨 民眾黨總統參選人柯文哲在10號就抵達到台南 市議會拜會無黨團結聯盟的時候 不僅無盟的議員 就連主動出席的國民黨的議員 都表達了希望可以藍白 盒這樣的心聲 柯文哲雖然沒有正面回應 但是強調他也希望如此 目前心中已經有方向了 他還舉外科醫師的特性來強調說 判斷越後面會越準 可能到最後30秒才會決定 眾人其喊藍白要合才會贏 民眾黨總統參選人柯文哲不動聲色 禮拜五到台南市議會拜會非律議員 面臨總統登記倒數 他再搬出外科醫生論 其實不是說我們最後30秒決定 其實我心裡面大概有方向 是否暗示藍白合不合 柯文哲早就心有定見 還是阿伯心裡苦 但阿伯不能說 但是前提是國民黨要願意接受 全民調的方式 主帥還沒動作 底下先咬成一團 國民黨嗆聲科辦發言人 陳志涵是戰狼小姐姐 歷史的破壞者 陳志涵也強力回擊 大哥哥們要操持家務非常的辛苦 又要分配 又要分堂 但是還是希望大哥哥們 一定要走出家門 來看看這個世界發生了什麼事情 是不是這一些主戰派 擔心只有柯文哲當政的選上了 自己才能一人得到鞠犬升天呢 國民黨也再三重申 就是要有侯科或是科猴選項 以及納入政黨實力的德國模式 才是國民黨中央口中的全民調 國民黨推出的方式就是全民調 這些主戰派對外表示 認同馬總統的方案 到底你們認不認同馬總統的侯科 跟科猴這樣子的搭配 在一場大選當中 不能只在同溫層裡頭 一定要爭取中間選民 才有可能贏得這場的大選 你的全民調不是我的全民調 藍白各職己見 恐怕是戰到底互拼棄保 到時候放棄誰 保誰 我認為這次不可能 不管侯或柯會少於20% 我不相信 柯文哲那個民調是不通的 那是他一廂情願 那這樣的話何必合呢 19號其實都晚 你民調就要準備 起碼要準備個5天的時間吧 侯伴組織副召集人謝龍介 聲稱國民黨會等到19號 但不會一直等 而黨中央則另有書法 22號才是截止日 但若再沒有共識 藍白只會繼續 並融相見 記者 蔡平鴻台北採訪報導 好 那來看到的是基層小基 怎麼樣看呢 這是民眾黨台中市第一選區 立委參選蔡碧如 在昨天晚上上廣播節目的時候 她就說了 藍白不和就連基層也憤怒了 目前藍白和最重要的就是 大家要各退一步 如果不和的話將會跳下萬丈深淵 後悔都來不及了 民眾就是期盼藍白和 要他傳訊息給柯文哲 不要再做民調了 另外呢 中時社論現在指出 今年的這場選戰的結構 是非常的清楚的 如果賴柯侯各自參選的話 等於就是保送民進黨持續執政 民選地質貪污濫權 兩岸對抗等等的成額 會更加的嚴重 因此多數的民意都是很希望藍白和 但是好事多磨 隨著兩黨內部的鷹派干擾 猴柯兩個人是既期待又怕受傷害 這樣子的情緒 逐漸形成火車對撞的弱基賽局 但是時間真的是不等人 不容蹉跎 政黨輪替的機會可能是一去不復返 當此關鍵時刻 柯侯兩個人還有藍白兩黨 應該都要想清楚的是 個人利益 黨的利益 或是國家或人民的利益 哪一個才是最重要的呢 好說到現在藍白和呢 現在藍白兩個陣營都是為正副總統 人選產生的方式爭執不休 柯文哲就堅持要全民調 國民黨的北市立委參選 有俗話就透露了 國民黨總統參選猴友宜在民調 在北市已經躍升第一名了 不過國民黨踩緊德國市的民調底線 藍營青年團10號就呼籲民眾黨的主戰派 不要再混淆視聽了 好同時間這個侯伴組織副召集人謝龍介 他也批評說 哪有說讓小黨當總統大黨要聽你的呢 柯文哲可能在南部的這個支持度 是比較差一些的 所以如果柯文哲做過兩屆台北市長 他沒有辦法在台北市領先 那其實對國民黨來講 很有可能他們覺得說 應該要有這個信心 在整體的民調上會贏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我上次在中天的節目上也提過 你如果今天是禮拜五了 你到禮拜一還沒有出來一個結果 你根本就沒有時間做民調 對啊 所以這個是一定要在這個週末就已經決定好 然後甚至怎麼問 我覺得都要大家互相要同意的 所以時間根本不等人 你們如果還在蹉跎 我想這大概也是馬英九或者是說其他藍營的小雞 這麼著急的原因 就是你再拖下去 即使你最後有一個方案 可能大家到最後做出來的 都會覺得說太急了 這個這麼短的時間 對 民調都不準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如果說這兩天沒有再談成 然後禮拜一不開始做 我覺得就是會讓大家 雙方誰輸了都會去質疑了 那我覺得最好避免這個嘛 就是要大家心服口服 就像上一次 那個雖然江啟臣輸得很少 但心服口服 就是盧秀苑宣 台中市長一樣的 我覺得就要有這樣的精神 那個下一個仗 你要打贏民進黨才有機會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各行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看來十三匯 最新能的受 cursor 做好日常的 看來十三匯 by bwd6